停时间内没有任何异常 那为什么会忽然断电 是因为自己的忽然闯入而导致的 阿黛开启求生电台联系号舟 我这里忽然停电了 你那里有什么情况吗 一切正常 昆卡学过电子器械制造技能 他刚刚尝试 从发电机组上拆下一些有用的道具 拆下之后发电机组就不工作了 虚惊一场 是他们那边断了电 我去看看那扇门里面有什么 你在我后面侧应 阿黛走在前面 他小心地走到铁门前 管它里面是什么东西 到时候直接一伞弹枪轰出去 阿黛扭动了一下门把手 大门便轻易地被推开 好了 这里的空调温度开得这么点 阿黛感觉就像是进入了一个冷库 房间里漆黑一片 阿黛用手电向房间内照射 手电的灯光被前方一片绿色的植物汁液给遮挡住 这让阿黛无法看清整个房间的全貌 阿黛可以感觉到房间的空间很大 而且乍看上去这里很像是一个大型实验室 但是这些栽种的绿色植物又是怎么回事 它们的长势也太好一些了 繁茂的枝叶几乎挡住了前方的去路 阿黛 这些植物不太对劲 要小心 坤巴守在门口 他用手电帮阿黛照明 阿黛点点头 向房间内走了两步 他也察觉到了 他从这些植物身上感觉到了危险 阿黛不敢靠得太近 他在植物前十多米的位置停下脚步 在实验桌上搜索起来 实验桌上有一本小册子 实验团队手机 组长崔志斌 阿黛立即捡起小册子阅读起来 12月12日 政府介入的影响比想象中更大 明面上 公司承受大量罚款 对T病毒的所有研究项目完全陷入停滞 政府收缴 并且清空了所有有关研究数据资料 不过事实上 它们根本拿不到真正的数据 三年前在S市的生化危机病毒爆发中 我们已经收集到了大量原始数据 我们对T病毒的研究程度 比它们想象中要深入得多 主管明确告诉我 实验还会继续 2月10日 接到公司指派 我带领团队来到希望镇社区医院 继续对新型异化病毒进行研究 社区医院院长是我们的赞助人之一 他一直在暗中支持我们的研究 早在三年前病毒计划开始的时候 希望镇社区医院 已经被设置为公司秘密研究点之一 院长会全力给我们团队提供相应支持 2月30日 实验室环境比我想象中要来的更为糟糕一些 我们需要购买大量器材 有些特殊器材 还需要从公司定制后运送过来 医院停尸间其实很不错 这里有源源不断的尸体 可以提供给我们进行尸体研究 院长会帮我们处理掉所有的麻烦 我们只需要专心研究即可 感谢院长对我们公司的支持 3月13日 使用T病毒可以感染正常的植物 产生的变异生命体 研究中 我们发现T病毒与魔鬼藤的结合程度最佳 我们将感染后的植物体命名为尸藤 尸藤和普通植物不同 它拥有强大生命力 并且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 尸藤无法进行移动 它们似乎拥有一些基础的过激反应 藤条可以在极短时间内收缩一段距离 3月17日 暂无法确定 尸藤是否具有思考能力 是否具有对疼痛的感知能力 以及记忆能力 对尸藤的研究暂时中断 公司下令我们立即进入下一阶段 下一步我们会尝试将尸藤与尸体进行反应 据称 三年前在S时爆发的生化危机中 有过此类现象 3月29日 实验有了突破 复活成功 我们得到了变异植物体 与尸体异常结合的生命体 具体操作将会在实验值日中记录 尸体复活之后 形成一种类似于丧尸的生命体 这种变异区别于动物的强烈变异 非常难以掌控 它们的移动能力极为缓慢 半人半植物的新生命体 还是植物本体借助尸体作为载体 4月5日 是寄生 我们发现鬼藤完全侵占了尸体的大脑 并且在7日内将宿主头部完全消化 之后 尸藤纠占雀巢 操控尸体进行移动 过程很血腥 尸体的头部会自行炸开 然后从活本生长出一种植物状的处须 我们需要更多样本进行检测 为了能够进行实验 院长同意我们暂时封闭停时间 4月30日 我们暂时将被尸藤寄生的丧尸 称为尸藤寄生体 尸藤寄生体对于温度和光线都较为敏感 它们不喜欢被强烈的阳光照射 但实际观察后得出结论 即使经过了长时间的日光照射 尸藤寄生体也只是出现缺水现象 低于15摄氏度环境下 尸藤寄生体活性大幅下降 温度低于5摄氏度 尸藤寄生体将会进入休眠状态 日之后面还有几页 还没有完全结束 但看到这里 阿呆顿时感觉到背景力 他一下子就想明白了 糟糕 是温度 一切都和温度有关 温度的降低能够让尸藤寄生体 暂时进入休眠状态 难怪停时间的温度这么低 难怪医院的备用发电机组 首先保障的是地下室的电源 阿呆立即就联想到停尸间内 那些横七竖八倒地上 被爆了头的尸体 他们并没有死亡 他们只是陷入休眠的尸藤寄生体 现在失去了备用电源 停尸间内的冷气失效 这么说来 被藏匿在停尸间内的就会复苏 危险了 快 先离开这里 二人刚刚扫回停尸间 两名丧尸正缓缓从地上爬起 阻挡在停尸间入口处 入口处的温度最高 他们率先退出休眠了 丧尸从断裂的脖梗里 看出一种诡异的 仍在不断蠕动着的植物藤条 他们互相纠结缠绕 最终形成扭曲的一团